大家好 我是Stan 女团Everglow成员Asia终于澄清了霸凌争议 今天 月华娱乐发出立场文表示 对于散播有关Asia虚假谣言的两个人 公司进行了法律对应 最近他们承认了自己上传的内容都是虚假事实 并且提交了向一人一人家人们谢罪的反省文 因此公司也撤回了对两个人的提告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开始就否认了 但是当时真的是被骂得很凶 到底是心存什么坏心的话 能这样造谣呢 真的无法理解 大家只关心之一霸凌的贴文 跟着一起骂 这种澄清文的留言就特别少 没文化的家伙们 那些造谣的人就是希望能变成这样吧 有争议的时候大家都跑过来骂 就算后来澄清了 大部分的人也还是不知道 仍然在骂 是吧 为什么要撤回提告呢 这样的就是需要受到惩罚 才能让那些黑粉们害怕 所以对于公司原谅反省承认的黑粉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能听到更多澄清的消息 下个消息是 出道8年的捧摊丧严谈成员们 终于开设了个人IG账号 昨天下午 成员们各自在IG上传了第一张照片 与全世界的粉丝们开始沟通了 防弹虽然经常在Twitter粉丝论坛上 发文与粉丝们沟通 但是因为都是使用公用账号平台 所以成员们开设个人IG的消息 马上就引起了全世界粉丝们的关注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 各成员们的追踪数就突破了 1400万到1600万人 其中成员比更是在5个小时之内 就突破了1000万的追踪人数 刷新了美国演员Jennifer Aston的 24小时860万最多追踪数的记录 然后因为成员们是第一次使用IG 所以也发生了一些很可爱的事情 首先是琼谷的IG账号 琼谷将英文字幕都打一遍之后 中间支手了J跟K JK 这个是又长又简单的账号名 天才 对此 琼谷也发文表示 琼谷做完账号后非常炫耀了 兔子说 琼谷看看我的超帅吧 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然后琼谷在自己上传的照片底下 非常认真地tag了自己的账号 也突然上传了自己的NBTI 不过没过多久 发现不该自己tag自己的琼谷 就悄悄地删掉了tag 然后演讲NBTI重新上传到IG现实动态后留言 大家都说这样的不要上传到天文上 IG感性到底是什么呢 身为IG前辈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然后一开始成员中 只有Suga没有所留言功能 所以一下子就有了12,650个留言 除此之外 成员们之间的留言 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JHOPE帮我爱爱些 这是我喜欢你的留言的意思吗 不过JHOPE IG为什么要点赞呢 然后刚才没有所留言的Suga IG太难了 在YouTube听一下教学影片吧 很方便的 那琴谷呢 花了很长时间后 还在适应中 什么时候能适应后发文呢 请这么短的账号 应该是有事先得到IG公司的OK了吧 原本不能做这么短的账号的 JHOPE的账号名好感动 You Army 大家真的都太可爱了 希望能一直宣布好怎么使用IG 确实刚使用IG的时候 真的很困难 不过 旁探怎么突然想到 在12月6号开始个人IG了呢 难道 是因为我生日 昨天P-HIT对外宣布了 旁探孙的成员们将会休假一阵子 希望成员们能与家人们度过美好的年末时光 也希望能多多上传IG 然后今天也是邀家庆鼓队长 楚文的生日 希望楚文以及今天过生日的所有观众们 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时间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